柯文哲的自媒体宣传不对怎回事 从柯粉sub 清韩国瑜频道变身柯文哲频道 泡尔坤的纸牌屋谈起 柯文哲上电视哭穷 又说他连上电视买广告都没办法 但据我观察YouTube几个频道的转变 诸如底下柯粉千人一面留言我X岁 过去都投韩或是深绿 这次要投科及许多粉砖 以细意志及挺韩频道挺科捞钱的情况 谈谈我的看法 基本上在FB搞粉砖 或在YouTube搞频道 力挺政治人物算是行之有年 政客也要雇用专人回应或整理频道内容 甚至包括里面的内容也要由团队制作 这种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宣传方式 已经是新时代政客从政的必要条件 谁忽视就变弱势 就像蔡英文的网军十分出名 连赖清德被搞了后也说 请要求网军停止攻击我 虽然有人认为网军不存在 是网民自发性支持 但如果这些人有领固定薪水 反复地做政治人物的宣传与攻防呢 台湾的网红网络政治操作 流动的金额并不少 我们举个例子 2021年6月1日 朱学送了一排桑里花篮 给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庶名朱学恒 四叉猫流于统计 朱学恒当日在送花事件后 与YouTube上接近两小时的直播 共收到了约76,000元新台币的观众斗内 赞助 创下该频道单集收到最多的斗内记录 四叉猫2023年1月5日又分析 朱学恒成为台湾第一个被斗内donate 赞助 破1000万的直播主 在2020年时 台湾YT频道斗内排行榜前20名 几乎全被挺含直播主占领 且当时大部分频道 都是在短短一年内 收到一至200万的斗内金 之后中天电视台关闭 改做YT频道后 斗内金流去中天 让中天在短短21天 冲上台湾的斗内排行榜冠军 这些挺含直播主靠含粉收益满满 我观察到有个挺含频道 今年转变很大 柯文哲参选总统后 该挺含频道华丽转身 开始剪辑对柯文哲有利的影音 影片的特色就是浓缩柯文哲谈话精华 加音效 加特效字幕 放大特写处理 小丑话不同意见者 反正连号称最有意识形态的新闻台 都不会做的事 这频道全做了 就是要造神柯文哲 底下的留言也宛如千人一面 每个柯粉都不约而同 自曝身家说 我以前是韩粉 我以前是深绿 我今年几岁 以前都投票给某某 这次要投给柯文哲 要支持阿伯改变台湾 义无反顾判一次 然后该留言就有个几百个赞 我不能确定 这类频道是否有柯文哲竞选团队 直接或间接的资助 但必然有得到柯文哲团队的授权 因为播出内容上面不但有说已获得授权 柯文哲方面也没有以侵权要求其下架 而且整个影片内容就是重新编辑 属于没有原创性的改作重置 这个频道在说明之中 特别列出支持账号 小额捐款 因为透过YouTube的超级感谢 获赞助GoNet YouTube会分认 Google说 变列的超级感谢收益 70%会分给创作者 那还不如直接转账到直播主户头站比较多 我有看到这个过去挺寒的频道 有一个奇葩的留言 说韩粉挺韩 不是挺韩国瑜这个人 然后他要支持柯文哲云云 底下的回应就很爆笑 网友质疑 你在说什么鬼 老实说 如果韩国瑜要支持国民党与侯友谊 你又要自称韩粉 却不支持韩国瑜 作为国民党不分区立委 为何不就自称柯粉就好了 我也在想 当初这些韩粉频道 靠着真正的韩粉砸退休金 年金乃至生活费 挺韩发大财之后 无法搞频道的韩粉 希望这些自媒体替韩国瑜发声 但当这些直播主吃香喝辣好几年 换了主子 或跟了别的风向 去挺柯文哲捞赞助 或被别人雇佣 频道团队可能觉得没有违和 但普天下斗内的盘子韩粉 不觉得自己被骗了吗 说穿了 对这些政治盈利频道 都是生意啦 柯文哲自己就说了 他以自媒体作为经营选战模式 那些自媒体底下一言堂 沉浸式的宗教狂热氛围 可以替柯文哲拉到多少票 我相当质疑 甚至就算一个影片给你上百万人观看好了 有更多的人没看到也不会被影响 这种竞选模式就是固化自己人 除非你的影片可能被真正传播给多数人 并且感动与感染更多人 目前为止 柯文哲在绿营支持者心中的形象 已经在蔡英文抢台湾价值后决裂 柯文哲在蓝营支持者心中的形象 又在军乐饭店时禁秀 被侯友仪破功 柯文哲不管如何 唱作俱佳 也只有在同温层内发酵 这也是自媒体的先天缺陷 同温层自己看爽而已 就像几年前宏极一时的台大政治系兼任教授 李扬坤 POWER坤的纸牌屋 累积77万粉丝团 按赞事件 自由时报报导 李扬坤说明 原本脸书粉丝团去年3至8月 有一位沈同学支付工作费 9月开始 由他支付至今达300万元 工作内容包括经营粉丝团 直播 剪接等 每个月4万元办公室费用 不负责演戏 但李扬坤坦言 纠纷从2018年5月份的60万工作费开 是 沈同学认为 原团队拿不出单据 太荒唐 原团队又主张 拥有该粉丝团 并开价960万元要他买回 他未答应 非常讶异 他受访谈论此事就被原团队告 这其中曲折不论 但可以知道搞一个类政治人物的FB粉专 就要花这么多的钱 而当初告李扬坤的学生或前小编李云化 徐又生 成立为三人 其李云化2019年就去帮郭台铭选举 远见杂志 从霸气总裁到总统参选人 郭台铭的五大转变有一段提到 一后 马忠豪介绍台大国发所学弟汪新环 心理系学妹李云化等人 进入郭董竞选团队 这两个人去年帮台北市长参选人 台大政治系教授李扬坤 经营POWER坤的纸牌屋粉丝页 粉丝人数最高 曾达于70万人 正因为有一群选战幕僚就位 让郭董的粉丝页人数不断攀升 民调追进韩国瑜 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 归纳上述几点 台湾的粉砖 网络政治 其核心 当然 也是钱财是运作的核心 李扬坤更到劲 他要做的事就是 我负责演戏 所以 当柯文哲假面具 在军乐饭店 被侯友宜揭穿 柯文哲不但在私下 要侯友宜过来赴约 给郭台铭一个面子 过去柯文哲不断与郭台铭 密会N次的行径 也让传统蓝营支持者反感 更重要的是 不管柯文哲在自己的同温层 如何塑造自己 受尽委屈的样子 全台湾人看到的是 柯妈 柯妹 战狼幕僚乃至成奇一家哭 一党哭的模样 就让柯文哲 毁气白纸黑字协议 柯文哲 我负责演戏 的人设全面崩溃 只有信徒才相信教主的话了 我认为 这类竞选模式很多年了 今年特别怪异的是 许多挺韩直播主 突然挺四年前 平民羞辱韩国瑜的郭台铭 评论者因此得出 韩粉支持郭台铭的结论 我都还记得郭台铭及他的基金会成员 酸度PH值 坎比 盐酸的批评 韩粉会忘了 但看到四叉猫谈斗内 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事 钱不是万能 没有钱万万不能 总而言之 前阵子赵少康说 年轻人支持柯文哲 是因为他很好笑 郭正亮则说要明白 为何年轻人会支持柯文哲 我的看法是 过去传统媒体做的事如造神 如今变成网路媒体 自媒体做的事 而网路媒体更不受限 及更易被年轻人触及 由于赖清德侯友宜 属于金银这部分 才导致柯文哲独大 这才是柯文哲胜出的根本原因 说真的 这一切也跟前有关 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Black Jacker 023年12月2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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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